餐饮集团龙头王品举办尾牙 可说是热闹滚滚 今天全台湾的店面都休息一天 就为了让全部的员工都能够到期来参加这场尾牙宴 而今年王品是不为食安风波 业绩照样是开出了红盘 所以这次的尾牙是狠砸了4000万举办 还邀请了大咖艺人五月天Dream Girls 董事长戴胜益还会大跳谢金燕的姐姐 来炒热现场气氛 五光时射的炫光秀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为整场活动拉开序幕 全场无敌年轻活力 一个比一个还要兴奋互相加油打气 餐饮集团龙头请来五星级外汇 洗开1100桌 每桌要价8000块 可说是今年规模最大的尾牙 甚至还有特别规定 不能喝酒 那是非常惨无人道的 而且非常的暴政 因为要照顾同人的安全 选用在地食材录菜 每道菜的title都别具将心 以这道同心协力爱台湾来说 就用客家硅压条当做主菜 每个人都忙到停不下来 为了满足一万多人的胃 饭店可说是从凌晨就开始备阵 出动760位工作人员 这为了能在12点准时开桌 今天的话大概是在1点多的时候 有冷藏车从公司出发 由饭店来到这边 那开始所有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今年很砸4000万 饭店外汇就要1000多万 还有大咖议员来助政 营收开出红盘 员工也跟着分红 四等以下职员夹薪1到4% 店长及以上职员还能分股 变相夹到30% 还大手笔拿出800万作为抽奖 奖金可让员工都想试试手细 甚至请来人气天团5月天 宅男女神团体GreenGirls 激励员工要炒热一整年的士气 有点TV 陈俊杰 李志轩 台北报道